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2月24日 已經是星期五 很多時候 中國人經常說報應 究竟 很多時候是 即時報應 還是很遲才有報應 我留意了大陸的短片 他們很喜歡說報應 初初也看不起人家 原來人家是甚麼 轉頭就人家發憤 然後 被人家狠狠地刮一巴掌 很多這類短片 其實 這個是反映一種現象 就是這個國家是極端不公平 很多人哈哈巴巴 他們希望這個世界真的有報應 報應在這些人渣身上 最近我看一部電視劇 其實是無意中看到的 看了幾集 就說土木寶之變 皇帝 十幾歲 正統年間 皇帝 叫做朱其真 他很寵信一個太監叫做王振 這個王振 貪污 拿著他的名字 作威作福 收了很多汽仔 到了打仗的時候 皇帝帶著這個太監 結果當然是給面色的大臣看 將軍勸他不要改道 他死也不聽 結果 招來大禍 這個阿拉的軍隊一衝過來 整隊軍隊 由於 他沒有辦法 聚合一起 經過那些 田地也不准踩 行軍速度很慢 軍隊沒有辦法匯合 被人一衝就散了 50萬精銳 竟然被人家消滅 全軍覆沒 皇帝得到應有的懲罰 太監也即時有報應 不過這個報應來得很遲 因為他 在皇宮已經撞惡了很多年 好了 中國 其實這些影視產品 他們很希望有報應發生 報應在甚麼人身上呢 當然是在共產黨身上 所以我們一看到這些題材 即時就告訴大家 現眼部 在中國 基本上近期 經常發生 大家記不記得當年的樂天 只是將他 擁有的土地 租給 韓國政府 韓國政府用來發射 或是用來安裝這個撒德導彈系統 樂天在大陸怎麼被人搞呢 當時的人民不斷搞樂天 一個一個企業被中國搞 然後那些日資又被你抗日 玩抗日神劇 所有東西 人家是來 提供職位給你 請你 給錢利賺 給飽飯的工人 結果你們因張仇報 把人家趕走了 好了 現在順利益 那些資本家 外國美國帝國主義走狗 夾著美巴逃跑了 全部都走了 你們就真的惹怒人家 就去 求人家下單 今年的外貿 很差很差 各個工廠 各個工廠 都接不到訂單 明明以前有的訂單 現在沒有 為什麼 那些訂單都落到越南 印尼 印度 斯里蘭卡 孟加拉等 因為中國不穩陣 我在這裡落單 我有什麼好處 我隨時在這裡破產 你又加不了火 你說不可抗力 有沒有得賠 是不是 那麼我怎麼辦 好了 結果現在中國的各大貨櫃碼頭 那些空的貨櫃堆積如山 到處都堆積滿了 堆積不夠位置放 租地方放 而航運價格也因為中國 出口不行 全部跌的 跌得很厲害 最高峰的時候 跌了八成半 可想而知 這個影響是很大的 早一個月 有很多招商團出外 去到 美國 去到歐洲 去英國 他們去找訂單 所以 через一定程度會被沽 counsel 留意mente 由市政府 不如東看 由每個地方的市政府 山東也有地方 派出他們的招商團 去招商引資 希望 人們 再來設廠 再來投資 騙人們下單 結果他們提出了口號 叫做作洋綠皮精神 綠皮甚麼東西 是不是六萬元 不是綠皮的那個綠皮 說出來 笑死人 甚麼是綠皮精神呢 眼著頭皮 厚著面皮 磨破嘴皮 踏破鞋皮 餓著肚皮 合不上眼皮的綠皮招傷精神 全力做好招傷引之工作 這是一個方城縣 的地方掛了這個橫額 但是橫額其實很好笑的 怎麼好笑呢 從來也是的 例如搶劫不如去炒股 那些 當然不單止這些 還有很多煞氣騰騰的標語 有很多很好笑的標語 而且中共很喜歡這些口號式 例如八榮八尺 三大紀律 八項主義等等 這次 說要發揮綠皮的招傷精神 很好笑 我再說一次給大家聽 要硬著頭皮 即是人家屁股 你也不可以繼續去 厚著面皮 人家刮你 刮你左邊面給人家刮 磨破嘴皮 不斷用你三寸不爛之蟋 去騰人家 去困人家下單 踏破鞋皮 即是走到 鞋子都吃光了 餓著肚皮 寧願不吃飯 合不上眼皮 不睡覺 都要去招傷引致 即是怎樣 即是無賴 即是強行來 即是死前輪打 騎不住人家 騎不住人家 那麼究竟有沒有用呢 現在做生意 不是你 無賴 不是你求人家 人家就會肯制的 是不是呀 做生意講長遠 講穩定 人家計算而已 在你那裏下單 算不算 在你那裏做生意 算不算 人家看過這麽多年來 很多的企業 一個個讓你們趕走 你們當時不是叫好的呀 你們人民很團結呀 中國有很大的力量 中國有很大的力量 現在要求人家去下單 發揚綠皮精神 這些綠皮聽到也好笑 他們就說 要發揮綠皮招傷精神 觀念上 要對標這個蘇節碗 樹爐發展意識 蘇節就是江蘇 節就是江碗 園或者是讀做園 園就是安徽 其實安徽也是一個經濟大省 以往有很多揮商 因為 他們最多 因為安徽有段時間很窮 但是裏面的商人 很有頭腦 在這個浙江也有很多是揮商 走去那裏做生意 他說 樹爐發展意識 深化市場意識 強化 拼搶意識 增強死蓋意識 完完全全都是這種口號式 在服務副中心城市建設上 以招商隱之新業職來神宴能力作風大提升 萬人座萬企 其招商隱之項目建設工作推進會議等等 要求 各位幹部勞固樹立 產業遺跡 企業遺根 項目遺黃 轉型遺崗 創新遺耀的發展理念 大力發揚綠皮精神 加快年度項目 招商引之進度 其實大陸不斷聽到口號有沒有用呢 實際上不斷唸到口號 唸到口號 唸到口號 唸到口號了吧 全部都是無用的 因為 做生意 講求實際 中國這些是花招來的 正如會像國術人一樣 Johnny很討厭國術人 因為他本身 有打防籠 有打游導 有打空手導 他知道那些是實用的 哪些是實用的 那些國術真的純粹 是用嘴巴來講的 你如果用這招 我就用這招擋 你用那招出 我就用這招 砍你 在那裏講的 全部講的 跟著喝茶 他以前去練國術 就是 講多一個打 搞到 他去打三個月拳 已經好打了那些師兄弟 現在其實那個情況 跟中國練國術一樣 純粹都是花拳秀腿 最實際的問題 你們沒有解決 甚麼是最實際的問題 誠信 做生意 是要講誠信 你叫人家來投資 原來人家在 沒有公司的地皮 租了給韓國政府 用來做薩德系統 這些不關他事 關他甚麼事 你是要追究他 你很明顯 你不是陷入精神 你根本就 完全是無法無天 你是根本就是政治行先 那些東西都不是一個正常的政治 你是義和權 你是一群土匪 你是一群權匪 是不是 你也不講誠信 別人來做生意 其實是 互惠的 不是來搶你的錢 中國人最大問題是甚麼呢 他來香港就說我們來 益救你 扶貧救你這群死窮 說得很難聽 他下來發債呢 問你借錢 原來又是來送大禮 原來又是來救你 原來 甚麼意思 你給錢我又是來救我 我給錢你 你又是來救我的 那到底是甚麼 原來是不是你也是來救我呢 香港人回大陸消費 就覺得香港人爬文爬武 不可一世 你下來消費 你就是來救香港的死窮家人 這樣嗎 所以 沒有人相信他了 你們不公道 知道嗎 你們做人不公道 不單止做人不公道 國家不公道 整個國家是扭曲的 除了不公道 還不講誠信 簽了合約 好像 去年上海封城 中國政府有沒有幫過這群人想過 你們有沒有想過 所有的外資會走掉 你們的行為 即是告訴我們 全世界 我們中國人不用說誠信 現在很明顯 人們看得出嘛 知道你完全沒有誠信 完全 不說口齒 不單止是這樣 你們還硬來 我做生意 我們求穩陣而已 做得生意的人 是一定會冒風險的 人們會計算過風險 當計算完風險 他覺得做得過就做了 但是不是 臨時臨急 你就改這個 好像是香港國安法 以前的事情是不犯法的 誰知道你改了之後就追回人家以前做過的事情 又說你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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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知道 當全世界都知道你們是 強行來的 沒有法治概念的 沒有誠信的 不尊重這個合約的 中英聯合聲明簽了 就說是歷史文件 不用管 還有誰信你呢 人無信不立 做生意更加說過誠信 沒有誠信 沒有人再信你們了 所以你 不用招商人之事 招商人之事 因為根本不會有人 找債你 就是 做生意只想賺錢 沒有人再受氣 在大陸 不只是賺不到錢 還要受你們氣 你們 需要省點 更想招商人之 很多地方政府會特耐派人出去 去日本玩一下 玩完回來 對不起呀 我們搞不定呀 最多就是這樣 也好 虛耗一下國來 等國家拿錢去 反正也沒有用了 國家也就玩完了 不過我覺得這個很有趣的 綠皮精神 讀多一次綠皮精神 是哪一個綠皮的 硬著頭皮 厚著臉皮 磨破嘴皮 踏破腳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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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餓著肚皮 合不上眼皮 綠皮招傷精神 真好笑 這一節時間 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六部曲 我們請邀請經濟虛可的朋友訂閱Patreon 大家多點留言 多點互動 多謝大家 拜拜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在黑池 有了三座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 提供一個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些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只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取回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裡住 也覺得很方便 那麼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裡面 已經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有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會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本來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就是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以後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謝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 拜拜